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 四分之二 这个呢 就属于它的拍号 也就是四二拍的意思 接下来再看到这个 那么这个是属于 每小节有两拍的意思 这个二是每小节两拍 这个四呢 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比如说这个四二拍 我们一般的说法是 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那么这个四 就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的意思 上面这个二呢 就是每小节有两拍 那么如果说举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个四变成八 那么是叫以八分音符为一拍 然后这个二变成了六 每小节有六拍 这个意思 如果说这个是四 然后上面是三呢 就是以什么 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有三拍 刚刚说的变成三了 是不是 那可不可以说 以四分音符为主呢 每小节有两拍 不是这样说的 就只能说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因为它是一定要规定好 它是四分音符为一拍 如果说是八的话 那就是以八分音符为一拍 如果说是三的话 是三分音符为一拍 但是一般我们没有三分音符 只是说我们随便举了个例子 随便举了个例子 来去告诉你 这个是什么道理 好 我们再来看到这个 这个呢 是属于速度信息 也就是说这首歌 每一拍的速度是多少 六十八是吧